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好 那一个礼拜的开始 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 今天台股表现得不错 我们看到台股开高之后 一路向上走高 盘中一度大涨167点 那最后收盘 即便涨势稍稍的出收链 不过还是大涨超过100点 收136点 收在11079 再一次的怎么样 占回到11000点之上 那成交量1663亿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的指数 不仅最高点的时候 同轻占回到11000点之上 尤其这个11109怎么样 两层意义 第一个盘中一度 占上了11100的这条半年线 同时盘中的高点 11109 它也是创下怎么样 创下3月19号 8523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既然是新高 我说创高怎么样 创高就是多头 我想这个已经不用我再多解释什么 我一直告诉各位 现在就是一个多头架构 只不过就集中市场就大盘而言 因为半年线的反压依旧沉重 你看今天第一次碰到半年线 可是终究还是无功而返 而且我说过在半年线之上 也就是11000点之上 一直到12100点这个区间 大概1000点这个区间 当时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2月 整整有5个月的时间 它有一个头部形态 所以这里要稍稍的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所以它行进的速度 它不会那么的快 可能进2退1 可能进3退2 但是终究怎么样 当时间把这些慢压 慢慢的消化掉之后 终究它还是要再往去年的高点 12197去做一个挑战 甚至于往台国的历史高点 12682去做一个停进 我想这样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指数它行进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也因为指数它行进的速度慢 所以我说过怎么样 盘面的资金它会自己找出路 它会移转到一些有本质的中小型股 所以我们看到 加权指数大盘的部分 即便碰到上档反压行进速度缓慢 可是我们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 却是势如破竹 见官不是官 一路的怎么样 一路的往上停进 我们刚刚讲这条黄车叫什么 这条黄车叫半年线 到目前为止大盘 还剩这条半年线还没有突破 还没有收复 而且距离年前的高点 12197我想还有相当的空间 因为今天也不过就是11079 对不对 可是你看贵买 今天高点已经来到149.35 它老早就站上了半年线 它老早就已经收复各天起的均线 最重要的 我说就集中市场而言 目前还存在着五个月的头部区 可是怎么样 贵买怎么样 贵买你看今天最高来到149.5 当时年前最高点 年前的最高点也不过就在151 今天已经149 你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我说过原本相较于 相对于集中市场 五个月的头部 其实就贵买市场 它老早就已经先突破 所以是不是中小型股 表现的怎么样 就是比这些大型股要来得好 那既然贵买能够率先创新高 就代表中小型股 它是活蹦乱跳 不是吗 否则贵买为什么会创新高 那如果说中小型股在这段时间 即便指数行进的很缓慢 可能进二推一 可能进三推二 可是只要中小型股活蹦乱跳 你只要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你只要能够把握盘面轮动的节奏 你只要能够抓到效益跟节奏 你是不是一样是盘面最大的赢家 就好比说我这样讲好了 你说大盘今天 即便是创了颇段的新高 对不对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站上半年线 可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格局 你看 这段时间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一些中小型股 你自己说 这档工准 3178的工准 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独家的台积电供应链这档标股 今天有没有创下颇段的新高 我上礼拜5月21号 帮各位掌握的时候 他也不过就四字头 有没有 那一天5月21号你回去看一下 那一天第一档都还在四字头 今天已经来到64了 从46变64 46变64 这样短短几天的时间 今天也就够6月1号 5月21到今天6月1号 前后也不过就10天 扣掉礼拜六礼拜天 这样有七天的时间 没有 对不对 可是你把资金摆在这档股票上面 随着他股价今天创下64的波段新高 股价从46变64 大涨超过三成 接近4成37.5% 你会不会是盘面最大的赢家 对不对 除了公准以外 来 不用我再多讲了 这档千金股的好朋友 我想我在节目里面 已经讲了不下N百次 从当时系列还不到1000块 我就告诉各位 接下来千金股会一档接着 一档的出现 从原本盘面只有一档 大力光千年股王 到现在已经有四档 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千金股 甚至于也有两档 是千金股的候选人准千金股 甚至于我也跟各位讲过 还有一档怎么样 即便现在没有人在提 可是依照我目前所掌握到 法人的最新的一个看法 有一档股票 即便现在股价离千金股 还有相当的距离 不过法人普遍认为 这一档也是非常具备千金股架式的 一档股票 那一旦准千金顺利的站上千金 就连这一档目前法人 所最看好的准千金股 也一并站上千金的话 那么台面上就会有七千金 那我说七千金 那可比民国79年12682的胜空 那随着这些千金股在大涨 当然 我说过了 千金股到现在都不断 你看现在系列 1655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如果系列跟信华 他们持续在比较创高 甚至于你看今天 连谁都创新高了 今天连翔硕都创新高了 有没有 今天连翔硕都创新高了 所以代表目前千金股 它是很良性在比价轮动 那既然是良性在比价轮动 对于整个台股 甚至于整个IC设计股 它都有正面的示范作用 所以既然整个比价还在延续 我说当然你要买千金股也OK 只不过买千金股 很多投资朋友 大概心有余怎么样 力不足 不是说你钱不够买不起 你真的要买一百多万的股票 你还是买得起的 只是买一档股票 我买一档 我买一张就要百几万 很多人心中没那么大量 对不对 因为你看一个涨跌都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人怎么样 近而远之 不过没有关系 我说千金股你买或不买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说 它帮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 千金股比价 而且刚好除了大力光以外 这些千金股包含准千金 全部都是IC设计 所以我说IC设计 它必然接下来会有 规刮的 所谓的比较轮动的空间 尤其如果说IC设计里面 能够跟这些千金股 它有一些策略联盟 它有一些怎么样 它有一些所谓的 好 我说千金股的好朋友 就好比这一档 有没有 我们帮各位掌握的 6231的细微 为什么当时我告诉各位 它叫千金股的好朋友 有记不记得 因为它跟5274 目前IC设计的古后 这一档信滑 5274的信滑怎么样 它是策略联盟 这个策略联盟怎么样 它打入了Intel的一个伺服器 我说过打入Intel的伺服器 有两层意义 第一个 伺服器是不是目前最夯的产业之一 除了5G的概念是既定的一个方向以外 现在受到疫情的关系 宅经济的盛行 那伺服器是不是水涨船高 所以它是不是掌握了一个盘面的一个趋势 再加上Intel 你骗到Intel这三个年就知道 这是世界级的大厂 对不对 这是世界级的大厂 过去或许是集中在CPU的部分 可是现在慢慢的 它也做晶圆代工 甚至于它也打入伺服器 不管怎么样 它终究还是国际级的一线大厂 那如果说 它跟股后策略联盟 打入了国际级一线大厂Intel 再加上伺服器 又是目前趋势上的趋势 你认为它业绩会不会爆 而且还不止这样而已 它还是微软新一代 Service Go 2的一个供应商 它的一个技术 也用在这个新产品上面 微软是不是世界底的大厂 它一度怎么样 还曾经是全世界股市里头 市值最大的公司 第一名当中就立正站好 对不对 而这个微软也是它的客户 而且还不仅如此 联想 你跟我联想 中国大陆的好像不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你就错了 不要看不起中国大陆的厂商 中国大陆这家联想 它曾经过去把IBM IBM曾经是跟微软平起平坐的一家公司 但是这家IBM怎么样 就被联想吃掉 就被联想吃掉 而且未来 IBM跟联想现在同一家公司 对不对 未来联想 它的首款5G的笔电 也是用到这家细微的技术 但你看讲到这边 又是联想的题材 5G首款笔电的题材 再加上微软新一代 Service Go 2的一个题材 再加上最重要的 它跟信华这一档千金谷结盟 打入Intel的伺服器 它不仅同样是IC设计 因为它跟千金谷结盟 所以是不是 它比价的效应 其实IC设计跟千金谷 就已经有一定的比价效应 可是因为它直接跟千金谷结盟 所以它比价的效应 是不是会比其他的IC设计 会来得更加的强烈 所以当时我们帮各位掌握 对不对 在大涨之前 有没有 我这样说好了 当然今天细微又创新高了 台面上大概有一些人 开始在讲细微 在上个礼拜 细微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请问各位 谁在跟你讲细微 谁在跟你讲 他跟千金策略联盟 他是千金谷的好朋友 打入Intel等等 有谁在跟你讲这些 没有 我们是不是帮各位 掌握到了独门的 狗门独奇 独门的一个标股 刚刚工准不也是一样吗 当大家在讲台积电供应链 告诉你瑞云 告诉你加登 可是我说过 那些追高 已经涨高的股票 不用去追 我们寻找一些 对不对 具备同样题材 可是刚刚从底部 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 我们赚了会更多 为什么说赚了更多 这样说好了 我们刚刚讲了 公准我们在买进的时候 46块9 当时还没有大涨 还没有大涨的股票 我说过了 你在低档起涨前 你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最重要你敢重压 没起的股票你怎么不敢重压 对不对 加登 到上个礼拜为止 它都很强 但是如果说你上个礼拜 你去追加登 哇一支两支三支 每天就涨平板 哇好爽对不对 可是真的去买那种股票 你敢买多吗 就算你敢追 就算你敢追 你敢重压吗 你敢把你的资金 全部都压在这档股票上面吗 我相信你不敢不要骗我 对不对 可是这种股票你敢不敢重压 还没有起涨的股票 可是跟加登 却有同样题材的股票 告诉你未来就是会大涨 既然未来会大涨 现在股价还没有大涨 你敢不敢重压 你一定敢重压 那你看当你的股票 你的资金重压在这档股票上面 当它的股价从46涨到64 涨了将近四成超过三成 你是不是最大的赢价 这种是问岛油 这是你的资金 集中重压在这里 相较于 你看 已经涨高了股票 你去追 你不要说什么 现在在那边整理 就算未来还会再涨 你是不是一颗星七上八下 更何况 就算未来再涨 你不敢重压 你买个一张两张问岛油 就算未来它再创新高 你也赚不到什么大钱 你来股市难道是为了赚加菜金吗 还是为了要赚大钱 所以我说过以目前来讲 你要让你的资金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就是要把它集中起来 除了把它放在对的股票上面 你还要把它集中起来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节奏的掌握 那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你说节奏有什么好节奏的 我股票买对我就赢了 对不对 那你就大错策策 你以为我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甚至我把它集中起来 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你就一定赚吗 那可未必 同样一档股票 你低档买的加登你大赚 你高档去买的加登 你说你有赚吗 你到现在你有赚吗 又或者一样 我们刚刚说的公准 我46带你买的时候 到今天64块半 你绝对大获全胜 对不对 46变64 你还没大获全胜 你还重压了 但是如果说你是今天才去买的 来 你是今天开高 因为今天开高 已经开始有人讲了 对不对 你是今天开高才去买的 今天还是涨个市 你今天怎么样 今天已经收黑K了 代表你开高追高去买的 你到今天是小套的 同样一档股票 同样一档股票 你买在这里是大赚 你今天买在开盘点的 你今天黑K下来 你暂时是被套牢的 为什么会这样 节奏的掌握 这也印证了 我是不是一直告诉各位 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不用去追 包含公准 包含细微 我已经公开的股票 你千万不要去追 我说你要跟我怎么样 要跟我把握 接下来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 因为 因为已经涨高了股票 成本离我们太远 成本高 你风险就高 风险高利润就低 所以你应该跟着我 寻找最新要发动的股票 那我想上个礼拜放假之前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礼拜我们有全新的标的要进程 那你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不管你是哪一天来登记的 不管你是哪一天来登记的 对不对 今天你是买什么股票 今天你买的那一档股票 今天我们这个礼拜 最新的一档股票 今天有没有一买 立刻喷出 一买立刻就涨停盘 到底是哪一档股票 对不对 这里稍稍卖个关子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继续再聊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这段时间 我一直告诉各位 面对目前的这种盘势 对不对 两个操作的重点 一个是资金的效率 一个是轮动的节奏 你只要能够掌握效率 节奏这四个字 你必然会是盘面最大的赢家 就好比今天大盘 创新高是创新高 可是你看这段时间 它有没有大涨 已经超过一个月 就横在这里 对不 没大气 今天是创新高没对 但是有没有喷 没有喷 但是同一个时间 如果说你把资金摆在公准 对不对 我们的独门标股 我说过了 做股票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顺着整个市场的资金 资金走到哪 你就做到哪 那就对了 尤其我说我过去从研究员 一路到全权委托经理人 我每天从写报告变成 看报告在操盘 其实我们对于资金的流效 以上非常敏感 所以当盘面 即便大盘没有大涨 可是我告诉你 一些中小型股不断在创高 贵买准数不断在创高 就代表整个资金 它是往中小型股在走 那既然往中小型股在走 你当然也是要操作中小型股 尤其有几个部 几个族群你要特别留意 一个IC设计 因为股王除了大力光以外 这些千金股 全部都是IC设计 从千金到准千金 几乎清一色都是IC设计 那你不做中股票 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帮你掌握到细力 帮你掌握到细微 当然细力也是 细力从还不到1000块 我就跟各位讲 这是未来的千金股 有没有 现在都1600多了 所以方向对了 节奏对了 随着股价三天涨了23% 三天 你能不能大赚 对不对 那除了IC设计 我说过台积电的供应链 即便台积电资本支出 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 现在见仁见智 可是台积电至少到目前 他还是讲 我没有要改变 我资本支出的计划 对不对 150到160亿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没有改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相关的供应链 当然它就是机会 可是讲到台积电供应链 大家追的是瑞云 追的是加登 我说涨高的股票不用去追 我带你买我们的独门的 勾蒙抖期 独门的标股 或许市场上没人在讲 可是你看 46块短短几天的时间 涨到64 它的涨幅有比加登小吗 它的涨幅有比瑞云小吗 你去追加登瑞云的 现在还在套 可是你买工准 对不对 我说过市场的资金 业链的资金 就是往这边走 而且我们是要买在市场 还没有发动的一个点位 市场还不知道的一个位置 所以或许刚开始你会觉得 都没人在说 你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本来就要忍受孤独 对不对 每个都知道 这档股票的时候 像今天 一堆人在讲公准的时候 他就开高走低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以为全市场没有人在讲 就不是好股票 往往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也告诉你什么 这档股票可能又要跟你擦身而过 因为大家都该上车的都上车 你觉得接下来谁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不要去追 所以你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天 你这个假日 你有打电话进来 我说过已经公开的股票 你不要去追 你跟我买最新的 什么是最新的 来 继续过来 今天我带会员买什么 请会员买进最新标的 2478的大益 大益 最新的大益 就是这两股票 今天大益怎么样 来 我们一开盘 一大早就进去买了 好不好买 一开盘多少 79块 先看收盘多少 85块8 将近86块 好不好买 会不会买不到 三万多张的股票 会不会买不到 今天涨停板 能不能大赚 这就是我说的节奏 这个就是我说的节奏 资金摆对地方 抓紧节奏 你就会是赢家 对不对 干嘛去追那些 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要去抓这些 对不对 你看 你早盘买多好买 你要中压都还可以中压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今天之前 整理了一个多月 都还没有大涨 你买在这个位置 你敢不敢中压 你当然敢中压 今天一跟上来 你会赚不到吗 对不对 同样的 因为远离成本 我直接告诉你 我们做的事 可是我已经公开了股票 记住 不要去追高 你要跟着我买最新的标的 那你说明天我还要买什么 当然还是一样 比较轮动的机会 你要想 我现在不断的告诉各位 IC设计要涨上去 事实上也在创高 那IC设计上去之后 那接下来 他会让谁受贿 对不对 他会让谁 你要去知道这个节奏 这个所谓的一个脉动 一个因果关系 那既然他的一个上涨 会带动另外一个族群 会受贿 那这个族群 你就买最好的 买最强的 那你就一定会大赚 所以你前面没有跟上公准 你前面没有跟上细微 甚至于今天我们最新买进的大益 你也没有跟上的 那么没有关系 接下来到底要 谁是要下一波大涨的股票 我已经帮你挑好了 就是罗独同刚刚我告诉你的 IC设计风起云涌 会带动 接下来一个产业会标出去 那这个产业你只要买最强的那个股票 它的首选 那就不会错 如果你接下来不晓得要买什么的 那我说你就直接买这一档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那一样 行情从现在我认为 有机会一路旺到年底 所以既然如此 既然行情要找到年底 当然我就有这个责任 这个义务 要帮各位怎么样 掌握到年底 所以一样 我们上个礼拜最低门槛 一个月到年底 今天再一天 同时怎么样 带你掌握最新我们锁定的标的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